大家好 这儿有一个文字挺有意思的 给大家聊一聊 杜月生 杜月生海上文人 上海滩三大佬 论实力 他应该排首位 杜月生的门生董浩云 棋子董建华 后来任香港首任特首 没错 董浩云啊 他在上海滩是经营船队的 他必须要跟杜月生搞好关系啊 后来这个国民政府国军失败的时候 董浩云带着自己家的船队去了台湾 董建华的亲弟弟叫董建成 就娶了谁呢 娶了温哈雄的侄女 温哈雄上将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时期的 其中一任的警备总司令的总司令啊 警总时期 当然也很恐怖啊 抓了很多人 主要是防匪谍嘛啊 当然也冤杀了一些人啊 冤官了一些人 另一个门生叫徐大统 从上海一直追随其到香港 后来其女范徐丽泰任香港立法会的主席啊 徐大统的闺女范徐丽泰 本来叫徐丽泰嫁给姓范的 是吧 叫范徐丽泰 但是范徐丽泰特别亲大陆 特别亲共产党 这个言谈话语 他表露的特别的直白啊 然后杜月生的最后一个门生叫吴少林 其子吴光正 任香港贸易发展局 就是贸发局啊 主席兼九龙仓集团主席 他说是他的弟子吴少林的儿子吴光正 吴光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吴光正是包玉刚的女婿 包玉刚呢 没儿子 四个闺女 有一个嫁给了奥地利的医生吧 还是德国医生啊 还有一个嫁给日本人 两个嫁给了在香港的中国人 其中有一个就是吴光正啊 吴光正是世界传王包玉刚的女婿 包玉刚的父亲叫包赵龙 包玉刚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包赵龙 在北京的东三环啊 这个护家楼在那盖了一个大厦 盖了一个饭店 就叫赵龙饭店 是吧 赵龙饭店西边 有一个北京市积淀研究院 我的唐嫂就是那儿的基监处的处长啊 然后哎 这个如今香港政商大腕的父辈们 多出自杜月生门下 他说这几个 当年吴光正也想跟董建华争夺这个 这个这个首任特首的这个职位 但是吴光正的立场 他不怎么亲大陆 他是亲英的 他跟英国人关系近 他更认同英国的那个那一套价值观 所以后来吴光正 是吧 那个大陆是反对他的 所以最后让董建华 董建华的老子 董浩云是反共的 他弟弟也娶着台湾警备总司令温哈雄的侄女 哎 但是董建华是亲共的啊 还有一个香港知名的这个政治人物女性 那个陈方安生 他也是非常反共的啊 这个去年吧 开始闹的前年吧 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这些事 这个陈方安生也是主要的支持者啊 当然还有苹果日报的那个黎大佬啊 黎智英啊 黎智英应该抓了吧 判了哈 哎 这个陈方安生也是支持的 他是反共的 陈方安生是抗日名将方振武的侄女 哎 方振武应该也是河南的吧 你看河南也出了不少将领 方振武 然后有什么呃 那个谁 我看看 吉红昌也是河南的 结果吉红昌是通共的 他秘密加入共产党 后来被这个带立的军统局在天津 抓住之后 在租界里抓住之后给枪毙 还有共产党这边的 这个杨静宇也是河南的 河南雀山县的 河南的将领也不少啊 还有一个伪军 伪军是叫张兰峰 后来投降了这个 这个这个汪精卫啊 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吧 张兰峰也是河南的 河南 折城县的吧 你看是吧 都是杜月生的门下啊 不是政府人士 永远不要去做政府的吹鼓手 啊 这都是杜月生说的啊 因为吹鼓手在政府眼里 永远只值一个夜壶啊 就说你就是政府的夜壶 政府需要你了 就拿出来撒泡尿憋急了啊 撒完尿嫌你臭 嫌你脏 嫌你骚 又给你扔到墙角了 或者就扔到门外啊 尿急了 拿出来用一下 用完了 将夜壶放到最角落的地方 你吹的越起劲 不仅公众看不起你 政府更看不起你 所以吹鼓手都没有好下场 对啊 你看最近那个胡锡进 是吧 他好像跟这个主要的官媒的唱反调 是吧 因为这个他感觉这个官媒 那个李光满吧 在鼓吹二次文革 这胡锡进又出来踩刹车 难道胡锡进 是跟一尊不是一个派系吗 还是说他的老大 是主管宣传口的王沪宁 或者是团派 或者是李克强 咱们不知道 但是感觉他们内部出现纷争了 是吧 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 但是像胡锡进这样的 什么李毅司马南 这种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对吧 其实胡锡进去年 他那个副主编 叫什么段静涛 是吧 来告他 说他收养了 包养了两个女人 还有私生子 你后来说那女的有神经病 说是胡说八道 最后就摸摸悉尼 就过去了 应该不太可能吧 对吧 那女的说人名 说的清清楚楚的 那不是诽谤罪吗 怎么没见那俩女的出来告他诽谤呢 最后就各打五十大板 是吧 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那个段静涛可是在中纪委的网站上公开的举报啊 难道他不知道如果诬告 那么你会有巨大的代价吗 所以说胡锡进啊 是吧 十有八九 他就是有这种男女的问题 甚至是他看到他 有什么纪念的 也放回来 我会在这个地方 判断了 有识